周星驰如何对待群演,黄渤如何对待群演,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。 现在文化产业异常繁荣,很多人都怀有明星梦,希望有朝一日,他们也如台上的明星一样光鲜亮丽,但是一个人成名却相当的难。 就像当年周星驰一样,虽然才花横溢,但是他仍然跑了将近十来年的龙套,如果不是万子良推荐给李休闲,估计周星驰一辈子达不到现在的高度。 因为周星驰身上的这些种种的经历,所以自己对演员异常的宽容。 对那些跑龙套的小角色都很尊重,这让我们心中不由的佩服。 周星驰现在做起了幕后导演,她曾经拍摄了西游酱模片,因为角色的需要,剧情的需要需要一个特别丑的老女人。 刚好46岁的张美娥,在恒电影视基地跑龙套。 在周星驰面视她的时候,和她非常的对脾气,于是就邀请她去西游酱模片里面视镜。 张美娥最后被录取,虽然张美娥的镜头非常的少,但是在拍摄过程当中,星爷却经常指点她。 从台词到动作,随着西游酱模片上映之后的火爆,张美娥也注视火了一把,还曾经上播央视新闻。 她对记者说,我跑那几年龙套,像周星驰这样认真对待龙套演员的,很少。 在娱乐圈里面还有一位明星大咖,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,他就是黄渤。 黄渤评级当年《疯狂的石头》里面的角色,红遍天下。 现在各种奖项拿到手软,虽然长相丑陋,但是黄渤的演技和人品征服了无数的粉丝。 在早年拍摄电影《新华怒放》的时候,因为剧情的需要需要一个打黄渤,没想到在拍摄过程中,这位群众演员太过激动,下手有点狠,直接把黄渤的明星给打猛了。 黄渤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救治。 当黄渤恢复正常时候,赶紧给剧组打电话找导演,求导演不要难为群众演员。 黄渤也没找他索赔,事后仍然和这位群众演员谈笑风声,后来黄渤的《新华怒放》大破成功,这位群众演员对黄渤的人品赞不绝口。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,就凭星爷和黄渤的人品,活该他们走红。 你喜欢周星驰和黄渤吗?请在评论区留言回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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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